乌克兰总统子林斯基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12月21号 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这是俄罗斯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 子林斯基第一次出访 子林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他这次访问美国主要是加强乌克兰的复原力和防御能力 他将和美国总统拜登讨论两国之间的合作 子林斯基经常通过电话和视频会议 与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和支持者交谈 他这一趟亲自访问美国 主要和美国在俄乌战争当中力挺基辅有关 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统计 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美国已经提供乌克兰接近500亿美元的援助 其中就包括人道和军事支援 美国资深官员告诉路透社 拜登将会在会谈中与子林斯基深入探讨战略和培训 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出口管制等等议题 白宫预计将宣布再提供2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